110 成報 克林頓與布殊聯合談明年大選 2015年7月11日國際A10 本部國際組報導 美國前總統克林頓和布殊週四刊見地接受聯合採訪 克林頓表示 如果希拉莉和傑布都贏得本黨總統提名 布殊肯定投票給他的弟弟 而他則投票給希拉莉 但我們仍然是朋友 學會領導技巧非常關鍵 克林頓和布殊在南方為理工會大學總統中心的布殊 私人辦公室接受聯合採訪時 表示出一點相同的看法 學會領導技巧對於美國人生活 政治和其他方面的每項事業都非常關鍵 但他們對於2016年誰具有領導技巧入主白光的看法直言不同 布殊說 人們聽到會說 你們要組成年輕共和黨人俱樂部 克林頓要組成年輕民主黨俱樂部 但那都不是我們的本意 本意就是要讓大有希望的人學到有關決策和人們如何合作的經驗教訓 投票不同但形式朋友克林頓表示 對於美國在政治上和意識形態上分離 我們也許做不了生活 但是 人們最終要走到一起 做出決策並幹事 不僅是我們的國會和白光 而是所有國家 報道指出 無法迴避的事實是克林頓的妻子希拉利是領先的2016年民主黨總統參選人 而布殊的弟弟極報則是領先的共和黨總統參選人 克林頓說 如果他們都贏得本黨總統提名 他要投票給弟弟 我肯定投票給希拉利 但我們仍然是朋友 準備好期ывает 我現在的朋友 想做一下 你們先我 있나和她很回答 你們先來看看 你們再次想請按一下 我們保證你們先按一下 你們先按一下 ,我們先按一下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